环保局也呼吁如果需要办理营建工程空污防治费申报的民众或业主 可以多利用电子依化申报系统减少不必要的外出 因应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加温 环保局呼吁如果需要办理营建工程空污防治费申报的民众或营建业主 可以多加利用电子依化申报系统减少群聚以及不必要的舟车劳顿 减少接触的一个机会比如说在我们的营建空污费的一个申报的部分 我们之前有已经采用线上一个申报的一个作业 那我们也希望说不管是在业主还是一些在半夜的 可以多加利用这样的一个线上申报这个系统 在空污费申报结算的这个部分可以减少就是往返 就是交通上面的不便之外 也可以减少跟就是跟病毒接触的一个机会 而这个电子依化申报系统除了针对申报以及小费服务 针对完工到期日的案件 系统更会于完工日前三天 自动寄送email提醒通知 让民众或营建业主可以有效对于申报的案件进行管理 记者陈安如台东市报导 这些开场の原因有点可能会与崎被過车 但 damned请根本导